9月2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出席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的多哥总统福雷。 两国元首宣布将中多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习近平赞赏福雷长期以来为中多关系发展和中非合作论坛机制建设做出重要贡献。 指出,中方坚定支持非洲联合自强和一体化进程。 本次论坛峰会致力于剥划中非合作新蓝图,在中非关系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 中方愿同多方密切协作,推动峰会取得圆满成功。 习近平强调,中多中非传统友谊由双方老一辈领导人共同缔造。 进入新时代,中多关系深入发展,展现韧性和活力。 双方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始终坚定相互支持。 两国友谊历久弥坚,互信牢不可破,已经成为国家间真诚友好、团结合作的典范。 中方愿同多哥进一步增进政治互信,拓展基础设施、农业水利、互联互通等领域务实合作,深化多边协作,促进地区团结稳定。 弗雷表示,中非合作论坛与时俱进,契合非洲国家发展需求,已经成为促进非洲国家发展和非中友好关系的重要支柱。 当今世界面临越来越多风险威胁,中国的支持与合作对于非洲的安全与发展至关重要。 感谢习近平主席主办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相信这次峰会将为非中合作注入新动力,为促进非洲和世界的安全与发展以及文明进步做出新贡献。 多中合作基于相互尊重和共同发展的牢固基础,具有战略性。 同中国的友好交流与合作,有利促进了多哥能力建设和国家发展。 多方期待同中方加强基础设施、科技和数字经济等领域合作。 多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支持中国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支持中国在台湾和南海等问题上的立场。 多方向和领土完整,支持中国在台湾和南海等。